程女士 您的外卖 祝您用餐愉快 陪我 你那么惊讶干吗 你该不会 是还没有碰过女人吧 程女士 我是送外卖的 不是出来卖的 餐已经送到了 您慢用 我先走了 我给你钱 你陪陪我好不好 我已经说过了我 不行 你要是走了 我就给你差评 我还要投诉你 我要让你在整个行业 不 我要让你在整个东西 都混不下去 找茬是吧 投诉 您尽管投诉 咱们看看谁站立 你不能走 你要是走了 我就报警 我还要告你 非礼我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咱们什么仇什么怨 你要这样子搞我 想让我不搞你 可以 你答应 帮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男人他出轨了 他在外面找了小三 你帮我去搞定那个小三 事成之后 这个价钱呢 随便你看 得了吧 我才不想染一身心呢 再说了 我有女朋友 我可不想让我女朋友误会什么 你还是找别人吧 不行 那你就帮我挽回我男人 让他不要跟我离婚 挽回你老公 你都不行 我算哪根仓管我了 好 我男人的事 我自己搞定 你只需要去帮我搞定那个小三 帮我保留好证据 这里是一百万 事成之后 就是你的了 这 一百万 一百万有那么容易赚吗 你还是找别人吧 再见 你站住 你干什么你 这里是十万定金 你去帮我搞定那个小三 让他离开我男人 事成之后 我再给你九十万 我说过了 我不想让我女朋友误会 你还发什么疯 有钱了不起啊 你别走 我说你怎么 思想方 你竟然被我偷男人 我就偷人了怎么样 你这条穷狗 吴总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楼上的窗户都挡不住你这个力道 好刺激啊 你这个小骚货 花果还挺多啊 这就是你女朋友啊 她怎么让其他男人摸屁股啊 看样子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这头顶上的草原 可真够绿的啊 四小方 我拼死拼活的赚彩礼钱 就是为了疯疯光光把你取进门 你竟然这么对我 区区五十万彩礼 还拼死拼活 你这条穷狗还好意思在这儿叫坏 人家吴总一顿饭啊都比这个钱多 就是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一个月挣几个钱呀 还找这么风骚的女朋友 你留得住吗 你还想打吴总 严良 你就是条狗 是条拼死拼活都娶不起媳妇的狗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你也配 我劝你啊 识趣点 赶紧滚 滚什么呀 这不现成的垃圾车吗 那条狗赶紧上车 回你的狗窝去 老伴 咱们接着快活去 这帮你好挪啊 就是 这儿便宜他 一点也不该狠心 别侮辱狗行吗 我家狗都比他值钱 绿帽男还是穷逼绿帽男 真好笑 没有想到达里来得这么快 你想干什么 严良 帮我挽回我男人 我给你一百万 有了这一百万 再也没有人敢说你是一条穷狗 怎么 你也想欺负我 你不觉得我是在给你机会 报复回去吗 拿钱还能发现 这可是一件双雕 行 我帮你 那就听我安排 你 大款呢 欢迎颜总 颜总 今天就可以把那个商业街的合同签了吧 当然 一百二十亿 一分少不了你的 还有 你可真是我的祖宗哎 来 祖宗 这边请 你干嘛 这位小姐 你没事吧 有事没事 得找个地方段段才能知道 行啊 半个小时后顶楼会所招往 哼 哼 我叫叶兰兰 先生怎么称呼 沿海贸易集团总裁 沿良 兰总 衣服脱了 过来 初次见面 未表诚意 我可以让你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 这么主动 这么放大 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钱吗 严总 我不否认 不过严总 像我这样漂亮的女人 您带出去 您有面 关起门来 还能享受 肯定是物超所值啊 你还挺会说呀 我还很会做呢 你还挺会说呀 我还很会做呢 严总 这是一百万 现在它是你的了 严海贸易集团 一个假身份 竟然能让一个女人 头怀送抱 这有什么奇怪的 她叶兰兰就是个 无脑的拜金女 倒是你 严良 我很看好你 别送外卖了 跟着我混吧 我能让你成为人上人 老实说 我不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我要考虑一下 行 那你考虑好了 要给我打电话哦 我男人回来了 你可以走了 陈万秋 叫我回来 是离婚协议签好了吗 你要跟我离婚 就是为了跟这个女人结婚 她叶兰兰 不过就是一个千人其万人上的婊子 千万别被她欺骗了 是那婊子背着你偷人 为什么要打我 这是AI换脸 陈万秋 你个毒妇 为了不跟我离婚 竟然用这种恶毒的方式 诋毁我的兰兰 你是想死吗 手肯 念头 给我签字 赵肯 我不会放过你的 陈总 赵总把公司里的钱全都捐走了 现在亚航派人来催修二十亿的贷款 咱们要是还不上 公司就会破产清算了呀 你别急 我一会就过去 行 好好好 赵肯 你只是要逼死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怎么才来 小心我投诉你 总裁好 你怎么还在送外卖 真不考虑 我给你的建议 我 程总 这位就是 银行派来处理公司贷款的 吴斌 吴总 是你 绿帽男 你说什么 绿帽男 穷逼绿帽男 我说错了吗 你这女人都跟别的男人睡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儿送外卖 你这心理建议真强 你说要是喝了你送的外卖 会不会被传染 也戴绿帽子呀 吴总 我们去会议室说吧 不着急 这县城的绿帽男都挤到眼前了 那不得好好地乐呵乐呵呀 兄弟 你那女朋友挺带劲啊 当时我还看不上她 她主动送上门的时候 我还要给她推出去 幸亏 那滋味 你应该挺清楚的呀 你敢打我 胡嫂 那二十亿 我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但是你今天在我公司羞辱人 是否对我的公司命运权有损呢 我需要你立刻马上 向她道歉 我跟她道歉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你没毛病吧 我告诉你 我代表银行跟你发出最后通牒 明天我要是看不到二十亿 让你的公司从人间蒸发 那我就不送吴总了 行 我明天要是看不到钱 我叫你好看 吴总 吴总 程总 这 炎梁 你没事吧 程总 我没什么可考虑的了 我跟着你干 你干什么你干 静舔乱 程总 咱们公司账户上已经没有钱了 现在又得罪了吴斌 这二十亿要是还不上 咱公司就破产了 天豪资本 程总 这家公司我听说过 我现在就去 就当我给你的投名状了 去什么去啊 你一个送外卖的 你去干什么 做人头吗 那是二十个亿 大不了我拿命换 炎梁 我知道你生气 但是你也不能说胡话啊 程总 放心 炎梁 程总 你这样去 只会帮到忙 你还是先去把衣服换了吧 王总 过来求您来了 借钱嘛 好说 来 坐到我身边来 咱俩先好好喝两杯 好的呀 王总 陈总 陈总 黄总你这是 陈总 赵凯在外面养女人这些年 你很空虚啊 很寂寞吧 你早该来找我了 咱俩深入交流 黄总 只要您肯借我二十亿 您想怎么交流 我都奉陪 先交流 交流痛快了 别说二十亿 就是四十亿 我都给你 黄总 这边还有人呢 这边还有人呢 有人怕什么 有人跟刺激嘛 住手 坏了我的好事 打死他 你 颜良 你别乱来 放心 只要王总不乱来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 不然 我不介意跟他鱼死网破 兄弟 有话好好说 颜良小心 王总没事吧 你一个臭虫 敢在老子头上拉屎 给我干死他 没用的东西 给我打电话救人 喂喂 大哥 六楼六楼六楼 今天 你们两个 要是能从这儿出去 老子王东 就一头撞死 你 初老 你怎么来了 狗崽子 这是天后资本的大老板 还没赶紧下跪 初老 这人是金箍里的臭臭 靠女人上位的下三滥 你 你怎么会认识这个烂货 如果没有他 我的命早就没了 大哥 怎么了大哥 走 我送你去医院 小伙子 我一直在找你 找了这么久 没想到 能以这种方式见面呢 我应该的 颜良 他刚才说 你能从这里出去 还一头撞死 是吗 初老 我胡说八道 我们对喷粪 初老 你 你烧了我吧 初老 饶了你 我还怎么在盗上换 带走 初老 初老 你饶我一命吧 初老 初老 你饶了我这次吧 初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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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找到王东了 遇到什么事了 我公司缺钱 二十亿 区区二十个亿 把你户头给我 我马上安排人 给你打款 初老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初过时间我们好好聊聊 好 颜良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我要把公司给你 啊 公司会正式更名为银海贸易集团 从今天起 你 就是名副其实的副总了 你认真的 你认真的 以你的胆识和魄力 过不了多久 你一定就能成为人上人 到时候 绝对不会再有人骂你是穷狗了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我看重的人啊 我离婚了 现在是单身 你是想在车上 还是去我家 还是 要去酒店 郊区 还是野外 你想去哪里 我都乐意奉陪 车上 我跟叶兰兰之间 谁更让你兴奋 如果我说 我跟叶兰兰之间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你信吗 明天跟我去公司 去看看你办公室 听程总调遣 严良严总 把我们从天豪资本中 争取到了二十亿的注资 从今天开始 严总 就是我们沿海贸易集团的 新任总裁了 大家欢迎 好好好 等等 程总 他不是昨天那个送外卖的吗 程总 他不是昨天那个送外卖的吗 我听到了 赵总 一个臭送外卖的摇身一变 沉了总 怎么 你把陈婉秋这条死鱼 给舔活了 他们真的睡了 肯定有奸情 赵凯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你个贱人 你只是我赵凯不要的臭婊子 被这小子捡破烂也无所谓 可他非得在我面前装逼 说什么能搞到二十亿的数字 你个臭送外卖的从哪搞到二十亿啊 你真当我们大家是傻子吗 如果能呢 你能从这儿爬出去吗 哎呦 送外卖的 你这把装逼的银 还没装够呢是不是 啊 好啊 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是真能搞到二十亿 别说是从这儿爬出去 就是从你当底下钻过去 老子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张强 查一下账户 但是 二十亿要是没有到账 老子就要看你和陈婉秋的现场直播 老子就要看你和陈婉秋的现场直播 我就想看看 你是怎么把这条死鱼 给弄动弹弹弹 赵凯 赵凯 我当初怎么瞎了眼 能看上你这种人渣 少废话 说多了污染空气 张强 查得怎么样了 赵总 招呼里面没有钱 这不可能 不是说好十年前能到账的 哎呀 这个地方就不错呀 炒了 来吧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这怎么回事 别急 我打电话问一下 你干什么 哟 装逼不成 还恼羞沉怒了 炎凉 你要是个男人 就赶紧脱了裤子干 要不然 老子让你以后都做不了男人 好大的口气啊 你谁啊 初老 你怎么来了 直接给你打款 总觉得不太礼貌 所以我亲自给你带过来了 四张普天银行的金卡 每张卡五个亿 请收下 初老 太感谢你了 刚刚挺热闹 初老 赵总说了 只要二十一道账 他就从我块下装过去 炎凉 你得 男子汉大丈夫 说话可要算数 来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 来 快快快 这个角度好 真好 初老 这边请 初老 请 张强 联系五兵 把二十一还了 好的 炎凉 老子让你死 嗯 都给我删了 初老 慢走 嗯 我先走了 严寒茂集团总裁炎凉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 我查了 我还托朋友问了 根本就没这家公司 更没有你这个人 所以呢 所以 你到底是谁 公司到底在哪儿 到底想干什么 无可奉告 炎总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上次你也没有 你和我说 我一定敢 一定让你舒舒服服的 别挡路 这么神秘 家事一定非常了不得 不会富可敌国吧 嗯 大白天的还在街上 你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吧 哎 你干嘛 等我电话 这女人还真不聪明 哎 他妈的今天气死老子了 哎 洗干净了在家等我 我马上就到 等你 为什么等你 叶兰兰 为了你我跟我老婆都离婚了 你竟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要不是我让你离婚的 少把过往往头上扣 你 要不是我让你离婚的 少把过往往头上扣 你 你要跟我离婚 就是为了跟这个女人结婚 她叶兰兰 不过就是一个千人其万人上的婊子 哎 叶兰兰 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的钱 你竟然背着我偷男人 给我花钱 那你不也爽了吗 赵凯 就你这种爆发祸 就你给我花了那么点钱 还想独自享用我 做什么春秋大梦 是谁 到底是谁 搜出来了 竟然真的能搜出来 颜总 晚上十点 在你公司等你啊 什么 喂 说 那可我男人到底是谁 你想知道 你自己查去啊 不过我可提醒你 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说不说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毁了你的脸 我男朋友大明 也是你这种爆发护配之道的 我告诉你 他比你有钱 比你年轻 比你壮士 是 我得要看看 这个男人是个什么货色 初次见面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居然会有那么大的能量 那是程总 眼光好 没关系 你接吧 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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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儿 颜总 你忘了 我在公司等你啊 已经到点了 我劝你最好赶紧离开 我是不会过去的 不来 我就等到你来为止 我给男人准备的惊喜啊 可还从来没有落空过呢 等你啊 你不会要告诉我 是叶兰兰吧 是的 颜良 我真的不想跟其他女人分享你 可是 我好像没有资格 叫你跟其他女人不联系 所以 你为什么不可以欺骗一下我 你不让我去 我可以不去 算了 男人 越不想让他干什么 他就偏要干什么 以后我们 就只需要在公司见面就好了 程总 不知道那个月兰兰 给我准备的是什么惊喜 来之前和谁在一起呢 来之前和谁在一起呢 你到底想干什么 和美女这么说话 口气可不对 叶兰兰 我的身份没影响得那么好 我也没什么钱 所以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颜良 我说过 我给男人准备的惊喜 可还从来没有落空过 我里边的风光 可是超出你的想象 你确定 你不看看 叶兰兰 你他妈的 我 我告诉你 这里全是监控 别把自己打进局子 叶兰兰 别跟我说这祸就是你男朋友 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你就把她摄像铺 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见惑 怎么 严海集团贸易总裁严良 我男人大名 把你吓傻了 严海贸易集团 还总裁 我呸 这是我的公司 你是眼瞎了吗 他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 仗着人高马大 把陈婉秋那条死鱼舔成了活鱼 这才脱去了外卖那层皮 你说这话有证据吗 你要是侮辱严总 小心严总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 我侮辱他 我呸 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你给我等着 金钱报外卖是吧 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员工叫严良 是有 不过已经离职了 不可能 你还没想通吗 陈婉秋为了不跟我离婚 就找了这个男人 假装大款来勾引你 为的就是让你离开我 结果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 还真就上钩了 你 你骗我 还想占我便宜 我跟你拼了 我说过 我的身份没你想那么好 我也没什么钱 是你自己网上贴 怪得了我吗 你 可是 可是我在网上搜了 严寒贸易集团总裁就是你啊